好 你是八一年初老虎 八六年 哎呀 你能不能看着啊 尤其在感情方面 明白啦 感情上也没什么没关系 感情上没关系 事业是连强的啊 小姑娘 你不懂啊 感情的问题很伤心啊 伤心之后别人不开心啊 事业又不顺利啊 实际上家庭和事业都要顺利 比如说感情也好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价格来执行嘛 对不对啊 不吵架的人 他事业才会顺利 你感情上都好 郁郁的 你想想他单位怎么会好啊 所以一个人顺利的时候 我当然要教你们了 你们想想 你们想不想顺利 那么你们就想一想 你们生不生病 如果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人就是运程不好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 你就要当心了 你的病程是在走向脱路 你们懂吗 你现在家里人身上有灵性 你这个人到了这个家庭里边 你实际上有点还在的 是 你会赚很多钱 很辛苦 但是你一直贴你家里 而且被家里讨得都闷了 你就是要还债 对 那我该人听到 大家有听到吗 我告诉你 小女孩很多来还债啊 啊 儿子都是来 很多都是来讨债的 女儿还债的多 女儿还债的多 孩子讨债的多 讨债的鬼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才要了解 你要念神经的 因为 你每天要念大悲咒 加强主动力 心经你要念 这两个是基础 明白了吗 还要念 儿子 为什么要念礼佛呢 很简单 因为你这辈子来受报 因为你上辈子就有什么事 那么只有念礼佛大忏悟 你才能改正改革 对不对啊 好 好 我觉得你能够进步 但是不是现在 等你念了多一点时间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开悟 你现在会开悟 那就要多念 对了 对了 小姑娘听到话 吃苦是福啊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啊 晚年才不会吃苦啊 年轻的时候不吃苦啊 晚年才是真的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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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